運輸署推出的二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本來是這個月實施 我們在這個月初曾經詳細報道 當時不少的市業界批評這個計劃資訊不足 節目出了街後 運輸署終於願意將實施日期押後 歡迎收看一線搜查 運輸署聽取市民意見 決定延遲而通行在5月7日實施 我們早在這個月初已經說過 的士業界還未掌握到這個計劃的細節 現在延遲推行也是一件好事 除了的士業界之外 運輸署在這個計劃還忽略了一班司機 他們向我們投訴 希望我們可以幫忙跟進 運輸署推出的二通行不停車繳費服務本來是這個月實施 我們在這個月初曾經詳細報道 當時不少的士業界批評這個計劃資訊不足 是嗎?不知道 那你真的不知道 二月開始? 是的,二月開始 即是不可以付錢? 的士司機不單止不清楚這個計劃詳情 就算知道他們都申請不到司機卡 那時我們向運輸署查詢 但處方依然堅持二通行會預期在二月份實施 不過節目出了街之後 運輸署終於願意將實施日期押後 這幾天我們收到市民和業界的反規 我們決定了將實施日期延遲至5月7日 5月7日 一樣是上午的5時去實施 我只能笑 政府所做的事 一直都是這樣 一步走一步 那為甚麼開頭 不清清楚楚 和業界 溝通和業界 一起商討 怎樣能夠做好這件事情 現在我們 以司機而論的 為甚麼我們要用事 要盡量拿回上室呢 即是說不想煩那麼多事 他又不想煩我又不想煩 但是運輸署就以為 公司很容易搞 公司都是聽你政府部門所說的 而之後 你實在行 現在叫做 再給兩個多次 起碼都叫做 等到起碼多些人 能夠進入申請 現在大家 起碼司機不用忙忙 車子未必一直知道 現在車子也不需要太忙忙 那樣樣事情 做好些 處理好些 今次業界 還沒那麼多聲音 運輸署說 自至2月13日中午 已經發出超過43萬張車輪貼 包括早前在續排的時候 預先登記的 大約24萬個申請 不過其實運輸署推出易通行的時候 除了忽略了的士業界的聲音之外 似乎亦忽略了一班來自境外的司機 由澳門的車主主動聯絡我們一線搜查 他說他在一年之前已經登記申請車輪貼 但運輸署內部就搞到很混亂 因為我實際上在2014年會問我要不要車輪貼 那時事件是一年前 但我已經認輸了車輪貼 但經過運輸署內部的紀錄是有限次 我實際上沒有車輪貼 但運輸署內部就沒有通行 我們知道去到英通行動施去處理 所以就沒有人去處理ZMI車輪貼的問題 我覺得香港的政府好像很混亂 一個部門和一個部門都不相連 都沒有交通 應該他們沒有報告的方便 他雖然長住澳門 但每星期都會回來香港一天 每次都會由港珠澳大橋 經青馬大橋再行青山隧道 回去沙田的公司 由於青沙管制區是他的必經之路 所以他由1月份開始 已經不斷追問相關部門 何時才收到車輪貼 當日新聞一重播 我已經去追問文書處 問他何時寄出 到農曆新年之前有問 農曆新年之後 過後有問 都沒有合適的處理 我對香港的地址 都沒有人寄給我 到一開始都沒有收到 其實自從港珠澳大橋 在18年通車之後 對於往返香港和澳門的駕駛者 真的方便了很多 我們看回運輸處的資料 在19年疫情還未大爆發的時候 當年透過港珠澳大橋 進出境的私家車 每日分別平均超過1100架次 希望當局盡快處理這類車輛的車輛貼 讓他們來到香港都可以順利使用易通行 澳門車往來港澳兩地 這類的專屬車牌通常都是ZM字頭 這類的車主究竟何時才能拿到車輛貼 我們都有問過運輸處 在我們問完不夠兩天之後 是我們報料的A先生就說 運輸處已經聯絡了他 還說會陸續在這幾天 將車輛貼寄給ZM牌的車主 運輸處上星期五就宣佈 就會推出一系列的措施 就方便回的士業界申請易通行 運輸處終於聽到市民的聲音 決定將易通行的實施日期延至5月7日 在政府宣佈這個消息之後的第一天 我們去過葵涌易通行的客戶服務中心 早上11點 繼續有人來查詢 個個拿著電話在這裡研究 而在現場的人 大多數都說已經來過幾次 但是都是搞不定的APP 而之前說缺貨的司機卡和卡座 就已經有貨 上來四次 今次就正式說OK了 我們每次都不可以的 不知什麼理由 不怕的 用不到苗袋上去 不是怎樣 只不過三十二多時間 有些行家就衝 有一次說可以了 就衝過去被人罵 沒辦法 被人罵即是過歲了 是的 以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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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還未實行 他們已經衝過去了 沒辦法 沒辦法 是這樣的 魷魚的東西是這樣的 我昨天拿了這張卡 但是回去發現 是沒有了一個 沒有了一個 一個座 應該是連一個座一起用的 那我今天就上來問問他 是買還是車主 或者車安提供 無緣無故弄一個空盆 就是要一百二十元買一張卡 那這一百二十元是否多了 就是所有的司機都要額外給多一百二十元 有一個 有一個 不過你沒有卡 就增值不了 做不到 那現在買了卡 可能不可能可以增值 就是 他最初吹雪得 都挺創作的 所以很多司機都不知怎樣搞 又怎樣做 這樣 現在推延了 就可以令到這些司機不用那麼多 很亂 最初很亂 司機都不知究竟怎樣賣 有很多同事都買了 那我就跟著他們買 這樣 因為你不做不行 始終他也是要行這個制度 這位馮先生就說 本來他朋友 是早上幫了他買一張車總貼 但是他搞了一整天早上都無法鎖 唯有親身上來這個中心 找職員幫忙 但做了之後 不知為何我再進入帳戶 看的時候 就無法進入 問他那些職員 那些職員都幫我搞不到 他說一定要卡卡才能夠 我剛剛來的 10時40分 拿31號炒 但是現在已經 11時接近40分 差不多一小時 但是他也是 頭號碼 我剛剛進去看到 都是去到22號 換句話來說 如果我要再等下去 至少要等下一個小時 有物流公司的職員就說 長遠來說 容易通行是好事 不過就不應該推行得太闖絕 你太闖絕 還有那麼多車 那麼多人 不同的車 有些時候識字 有些不識字 那還不令到他們 大家都很困難 今天算好些 我知道的 我昨天來已經全部都是 人家 整個街市 今天是 我們本身是他們的客人 已經通知了 他們內部會搞定所有的事情 五日後 五個工作團員會發送 他們所說的 就是這個 這部可以過 即是過隧道 過隧道 過隧道就行了 那五日後 我都收不到 十日也收不到 那問他們怎樣做 就要我帶回一些文件 由頭來割 想回來 去由頭解割 搞了所有事情 直至到今天應該 差不多一個禮拜了 那我這兩天 終於就搞定了 運輸署已經將 已通行的實施日期 延遲到5月7日 首階段會在青沙管制區實施 而運輸署亦都說明 今年內全面實施 已通行的目標不變 而現在還有兩個多月的時間 如果還未申請的 記得把握時間去處理 近來運輸署有很多車牌拍賣 就像上星期一樣 單自自訂車牌 以2550萬成交 鏡頭車牌 通常都會選擇一些很容易投的數字 不過今天傳統車牌拍賣 HD9413都有捧場客 有人用1000元投得 9413可能不是94一生 可能是搞笑一生 稍後回來繼續一線搜查 以前很多地方都有一些太空卡 不過現在就沒有這支小歌唱了 因為全港市民都要做電話卡 10名登記 每位市民可以在每間電訊上 홍台湖 中公台 1 2 5 1 1 3 2 5 6 6 開TV全面進化,重新啟航